本场欧贯比赛中,国米输球其实是相当可惜的,在比赛中国米也展现出来了进攻上的威慑力,在射门次数上更是13比7领先曼城的,曼城门将的解位次数是要比国米高不少的,但是上半场国米踢得很不错,场面上与瓜迪奥拉的球队旗鼓相当,进入下半场,小英扎吉很快就做出调整。 第57分钟,他用卢卡库换下了哲科,希望比利时封霸能用强壮的身体和优秀的强点能力来给曼城施压。 第68分钟,罗德里破门,国米0比1落后。 接下来的时间里,国米开始了疯狂的进攻。 第71分钟,他们差一点就破门了,邓弗里斯投球百度将球掉入禁区,迪马尔科顺势投球攻门,皮球砸在横梁上,抬回场内。 迪马尔科立刻跟上俯冲投球但皮球却砸在了卢卡库身上,弹回了场内。 看到这一幕,国米球迷气炸了。 若不是卢卡库站在那里不动,迪马尔科破门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情。 现场的国米球迷都准备庆祝了。 慢镜头显示,迪马尔科也很是失望。 他摇了摇头,表达着对卢卡库的吐槽。 除了这次挡出队友必进球。 卢卡库还在随后浪费了两次破门机会。 最后不敌曼城隐恨欧冠决赛。 卢卡库从而成了蓝黑球迷发泄怒火的第一对象。 卢卡库的个人设美上,许多极端的球迷在留言区对他进行种族歧视, 并做出人身攻击和仇恨威胁。 亨利谈及此事,为卢卡库感到遗憾。 他将不得不承受这一切,人们会指责他。 决赛难免有输赢。 有时候,你不在正确的一方,下赛季。 卢卡库是否会留在果米。 张康阳并未给出明确的答复。 他已经证明他是果米的优秀前锋。 他是一个非凡的家伙。 卢卡库爱果米,这是很明显的。 他是个很棒的球员,但他和切尔西的合同还未结束。 我们必须等待他与切尔西对话,而切尔西球迷并不希望卢卡库回归。 他们在设美喊话才大起诉的沙特球队。 利亚德星月快求你了。 好,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。 感谢大家收看。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,欢迎订阅转发。 也可在下方留言评论。 谢谢大家。